國畢是屬兔 對 本命年 本命年 對啊 今年本命年 而且已經過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說 你在年頭的時候 你就已經安樂太歲 那叫年初好不好 年初 叫年頭 年頭什麼 年頭台語怎麼講 年頭啊 年頭講講 Sorry 年初 年初的時候 你就安樂太歲 藝人 你就已經安太歲 然後你覺得今年 兔年你整個都覺得很順 對 其實滿順的 但因為我可能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接了一個 民視的八點檔 然後就拍了一年四個月 就前一陣子才殺青 那其實我也知道說 本命年一定要去安太歲 那在就是過年的時候 年初的時候 也確實就是去安了太歲 然後去安太歲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裡面那個 我們拜的那個廟裡面有 祭公司不會下來辦事 然後他有跟我講說 你今年要注意車關喔 我說好 我知道 其實我開車本來就是 奉公守法 也不會開太快的人 不是 對 像我開車 我是屬於那種觀光好行的 對 沒有再開 就慢慢開這樣對不對 慢慢欣賞 就一面看風景那種 對 所以就想說 順順的 也快要準備迎接 榮年了 對 所以 但是沒想到就前一陣子 還是 就是那個 怎樣 酒駕 因為我那時候是 喝了一點點酒 然後也休息了 大概快兩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想說我是很清醒的 我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自己開車 然後就到了那個 忠孝東陸建國 北路那邊 林檢站 他說 請問有沒有喝酒 我說我剛剛有喝一點點 他說那你下來好了 就旁邊停這樣 然後下來 就這樣 他說怎麼會是你啊 你剛剛喝多少 我說我這喝一點點而已 然後問我要不要據測 那現在據測 現在法令就是 問 他問你要不要據測 對 我幹嘛 我們可以據測 但是據測是要罰十八萬 幾萬 十八萬 據測十八萬 以前是九萬 然後後來今年七月 改成那個十八萬 那我當然要測啊 對 我想說 我應該是 而且休息了兩個小時 對 我想說應該是 是不會有這個 酒精反應的 那你沒有像人家 那個社會新人說 等一下 他等我一下 灌三瓶礦泉水 然後一支寶布 那都沒有用 我要順便告訴大家 因為我以前 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我多喝點水 然後或我流流汗 它可能就代謝掉了 那我去上課之後 才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酒精濃度 的標準是全世界 算最低的 台灣啊 台灣 已經是最有人情味的 不是 是 你只要 基本上你只要 最嚴格的 你只要有碰酒 你就是不要再開車 是喔 因為有的人可能 喝一碗麻油雞 加母鴨 那個都不行喔 就不行了 那裡面有酒 對 然後呢 我聽到的就是 我們那個用吹 就是那個酒測是用吹的 那其實我的 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 可是在我們的這個 肺的氣泡 有酒精成分 它就測得出來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 可能就是 結果你測出來是多少 零點三二 那這樣要罰多少錢 我是被罰四萬塊 那也比 那也比據測好 但是超過零點二五 是公共危險罪 所以 有錢科 有些人據測 他哪有錢科 他就燒炭而已 那也不算錢科 公共危險 公共危險 已經算是有刑責的 但我還好就是 也滿慶幸的 就是沒有在那個過程當中 可能去傷害到別人 或傷害到自己 是 對 對啦 這也算是一年裡面 幸運中的一個 小小的不幸 還好 是 但是要警惕 真的 後來就 要告訴大家 真的就是 只要碰到久 就不要開車 就是說你這整年 其實算是順的 說你現在還有在賣行車紀錄器的副業 對 就是跟這個紅毛哥 他有在做車內的一些 多媒體影音的一些設備 然後他 我們現在有 就是 也算是台灣的牌子 然後他研發了 這個行車紀錄器 是還滿不錯的 他可以前後都幫你做錄影 然後甚至你在熄火的 你已經 你車子是 熄火沒有在使用的狀態 只要車子有稍微 被碰撞到 或者是有震動到 他會馬上再幫你開啟錄影的 一個設備 我那天看一個新聞 大家注意喔 有一個男生 他不知道 那個特斯拉也會有這個功能 對 他看四下無人 他在車子旁邊尿尿 直接被錄出來 而且就真正的東西 好丟臉 真的 然後更慘的是 是冬天 然後人家撲出來的照片說 打了一點點的馬賽克 就沒看見了 原來你是在 你要講的是這個喔 原來 他很要在乎那個 對啊 現在不要在車邊亂尿尿 是啊 那其實這個就是 反正就是要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別人啦 也一樣意思 好 那你們這一套賣得很好 賣得不錯 他聽說薄利多銷嘛 薄利多銷 對 我們就我去 因為其實現在新車都會有 有附這個所謂的行車紀錄器 我就是都跑二手車的市場 然後負責業務的部分 所以我就全省各地 只要有二手車買賣的這個 車行我都會去拜訪 做業務就對了 對 要喝熱酒嗎 就是因為這樣 這麼快會抓到 沒有 我不是因為跟那個 那時候二手車行 喝熱酒抓到的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開車嘛 所以我現在酒湯電腦變得多 因為大家知道說 你不... 以前會有說 我今天開車沒辦法喝 現在大家都說 你又不用開車 可以喝了 酒湯變多 但是柴也應該有進來 有慢慢的進來 好...但是還是要小心 當然... 來 我們請教一下Amanda老師 二零二四年十二星座 要小心哪些關卡 對 要小心來看一下 不要真的被打那小小的馬賽克 其實真的很尷尬 我們一樣看 自己星盤當中的 太陽跟上升星座 這兩個部分 分為四組 像兩位來賓都是上升 在射手座 很巧 然後聖美姐是太陽雙魚座 國民是太陽金牛座 我們來看看 要注意的部分是什麼 首先我們來看火象星座 也就是你的太陽或上升 落在牡羊獅子跟射手 兩位來賓都有上榜 我們要注意的是 是 警方密友會背叛 而且會造成破財 也就是說可能明年 在一些朋友關係上面 我們要多多的留意 特別是為什麼 你看火象星座的人 我們都知道 其實是很好客很熱情的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 新朋友我們真的就很容易 掏心掏肺有沒有 很可能真的是 這個飯一吃酒一喝 或是茶一喝之後 大家都是那種 一見如故的朋友了 很容易把自己的一些 我們講比較可能 隱私的一些事情 就說出來了 好 那或者是呢 有時候是那種交往多年 但是你知道 人心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變化 可是火象星座的人 對朋友就是那種肝膽相造 你知道嗎 然後他沒有察覺到 可能我們交往很久的朋友 其實他已經有在一些改變了 所以在2024年要小心的就是 跟朋友互動的時候 講真的 我看過好幾個火象星座的朋友 對朋友信任到 自己的提款卡密碼 也是交給朋友 這怪怪的吧 對 他會覺得說 我遇過好幾個 他會覺得說 這個我可能剛好 比方說我要出國 我會有一些要交的費用 或者是有時候那種緊急 一些帳戶上的問題 他請朋友處理 那種網路的密碼什麼 他都告訴他的密友 這個火象星座的朋友 在2024一定不要這樣做 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也許當下沒事 可是隔了一陣子 有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會影響了感情 而且真的會 有可能會有一些錢財上面的 一些虧損 或者是這種傷害 就不要讓他發生了 好 第二組呢 就是土象星座的朋友 也就是你的太陽跟上身 落在金牛處女摩羯座的朋友 不必也上榜號 要注意喔 我們另外要去就是 事業的瓶頸需要突破 好 基本上土象星座特質牆的人 其實對於工作 對於事業這一塊 其實是比較 我們講比較安分守己的 有時候有一份工作 可以慢慢地做很久 他不到特別的時間 他其實有時候沒有想要去突破 他覺得 比方說好了 我演戲 我可能就是有戲約 約來了我就好好的演 好 然後就是 也沒有太積極主動地去做一些 可能人際上的耕耘或是什麼的 那特別是土象星座的朋友 在二零二四年 如果我們說 我們有很紮實的實力 可是你沒有去跟上 時代的腳步的話 要小心自己會遇到一些事業的瓶頸 好 那這時候呢 如何在現有的狀態當中 去求除一些新的突破跟變化 我覺得是土象星座的朋友 要可以去留意一下的 我舉例來說好了 國畢我們都知道 你現在演戲 真的是這種戲約 其實也是不錯 而且口碑很好對不對 那可能在戲路上面 你就可以去想想看 我有沒有可能突破一下 好 可能你戲路 對 比方說你現在 不要老師覺得 人家認定你應該可以演什麼 對 不要被定位在一個 定位在一個 對 或者是有機會也許 歌仔戲也可以考慮一下 好 其實我也可以 你就是當時開示範 那時候想說 那是要轉去演流星花園嗎 還是要演 也是可以 裡面也是有些 需要的那個 對 就是想辦法去做一些 你現在的一些經驗上面 累積出來的做一些突破 我們就可以避免 這樣的一個關卡了 好 我們看第三組 就是蜂元素的星座呢 如果我們落在 雙子天瓶跟水瓶座的朋友 我們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交通安全特別要注意了 好 也就是說呢 其實交通安全 我覺得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如果你自己的一些 可能開車習慣 或者是我沒有開車呀 我都是搭那種大眾運輸系統 可是你可能都習慣那種 到最後一刻才匆匆忙忙出門 有沒有可能我在過馬路的時候 比較急躁 這個部分都要自己去留意一下 安全要注意 再來就是 我們自己開車是很安穩的 可是周邊的 你知道一些其他人的狀況 你有時候要去多多的留意 不是只顧著看到眼前 整個甚至行車紀錄器 我覺得都要裝好 對不對 謝謝 行車紀錄器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這種 後視鏡什麼的 都要多多的留意 可以讓我們更有安全的 最後呢 水元素的星座就是 巨蟹 天蠍跟雙魚座的朋友 沈美姐也上榜了 來看我們說是 小人做最煩不勝煩 什麼 你說這一組其實 特別是影響到心情 我要講 水元素的朋友 其實在2024年 工作上面其實是有一些 不錯的突破跟契機的 但是因為你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人就這樣子 如果在大家可能普遍 整個這種我們講說 大環境不是那麼理想 你的事業運特別旺 你想想看 這時候會不會有一些眼紅的人 好 所以這時候自己 可能在我們相關職場上的 一些人際關係的經營 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 言行舉止 我可能更要注意一下 不要讓別人可能 可以抓到一些把柄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可能就是 特別要去留意一下 免得因為一些 你知道不太 就是我們講真的是 嫉妒我們的小人 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就會覺得 心情受到影響 所以這邊可以是避免的 好 那我講兩位來賓 我特別講一下 因為兩位都是上身射手座 對不對 但是一個在金牛 一個在雙魚座 我先講像聖梅姐好了 你特別在二零二四年 你有機會認識更多的朋友 就是人脈 這邊其實是拓展的 而且因為你的人脈 是可以轉成這種貴人運 所以讓你的事業 其實也會有突破的 好 就是可以期待 大家要敲聖梅姐的通告 真的今年先敲好好了 免得明年太忙了 好 或者是你再忙 也不要忘記我們節目 我好愛你的 拍到明年了 但是就是要小心一下 就是說提醒你 因為人脈特別廣對不對 那這樣上 你看像你講的 剛才我們講上身射手座 是不是對朋友 你是很交心的 你要小心不要被騙 也就是說如何在一些 我們講說值得去運用的 一些人脈資源當中 但是保護好自己 不要被騙 這個可能就是明年的一個 一個重點了 可以被騙射 不要被騙財 我也希望 好 那像國幣呢 國幣以後就不一樣 雖然一樣上身射手 太陽金牛對不對 我很好奇想問一下 你現在的感情狀況如何 單身 真的是單身 現在單身 目前單身 幕後不知道 那單身的話 我要講因為你在2024年 你一樣就是我們講說 人脈拓展 但特別是你的桃花運勢 其實是旺的 就是如果有心要發展的話 其實明年是有很多桃花因緣 但是呢很有特別意思說 國幣你明年 你自己會特別挑 也就是說 對 你自己反而會 他現在都不挑嗎 明年可能會更挑 也就是說你 其實你是知道 你要什麼樣的對象的 可能就是我們講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 經過很多的人生的經歷 對不對 可能我們的一些擇偶條件 我們也會慢慢的在轉變 所以你自己明年 你可以用一種更務實的態度 來選擇這些桃花對象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 蠻好的事情的 再來就是一樣你的這種合作 很多人除了交友之外 他們會來找你合作 不管是事業上 你說這種就是可能 銷售的合作 或是各種事業的經營 那我提醒你 合作的對象也要慎選 好 也就是說 兩個人的觀念 就是我們講三觀合不合 不是放在只有 這個感情世界的 合作夥伴三觀也要合 路才走得更久遠 好 提供給兩位參考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